眼见Omicron变异读出来势汹汹 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症 一步步的朝着三万宗迈进 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穆罕默祖基指出 该部门将会仔细研究 是否有必要让公务员居家办公 之后才带到那个讨论 并且由委员会做最终决定 莫哈默祖基今天在登加楼出席活动后指出 政府将会对确诊病例的攀升保持谨慎 他也促请全国140万名公务员 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定下的标准作业程序 预防病毒传播